公民权对无国籍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梦 有的人耗尽了青春 屡屡碰壁 但终其一生都不知道失败的原因 不过从明年开始 内政部将落实全新标准作业程序 除了会通知21岁以下申请者 还会清楚地阐明被拒绝的原因 内政部资料显示 从2014年到2019年9月30号 当局一共接获81133份 公民权申请 其中有13151份申请获批 57236份申请还在处理中 但有10746份申请被拒绝 过去国民登记局从来没有解释 申请被驳回原因 不过内政部副部长拿督阿兹加曼表示 在重新检讨申请公民权的 标准作业程序后 从明年开始 内政部将依据新程序通知申请公民权的 21岁以下人士 重要的是申请被驳回的原因 也会清楚阐明 另一方面 阿兹加曼今早在国会下议院 针对槟城国民登记局官员 和部法集团勾结 向外国人贩卖大马卡案件时指出 政府现阶段无意成立皇家委员会彻查 至于未来会否这么做 交由政府决定 截至目前警方一共逮捕了20人 并将其中6人提控上庭 他强调 内政部绝不会包庇涉案的国民登记局官员 至于那些通过非法管道购买大马卡或报声纸的外国人 一旦落网 内政部将立即撤回 并将他们列入申请黑名单 八度空间谭凯倩国会大厦报导 八度空间谭凯倩国会大厦报